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如果按半年计算 较年初178.13% 轻微上升0.2% 达入七月份 施生你预计下半年的楼价走势会是怎样 还有是否上升的力量仍然比下跌的力量大 这个星期的指数是跌得比预期中多 我从前线销售人员拿到讯息和指数统计出来的结果 是有些不一致的 我问过做一些统计数据的同事 他说这次成交的个案 其实是靓单位比较多 但这些靓单位的成交价 比较多 比较多 所以他们计算出来 有一个比重 放在单位的质数上 所以指数统计算出来是下跌的 但前线的营业人员 看到整个高价的单位 他可能印象就觉得好些 但也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统计这次指数的时间 刚刚之前有一个大盘开盘前夕 你知道开盘前夕是收很多票 那个盘仍购超额情况非常多 变了扎死了很多本 影响了二手市场 但我认为这麽大的跌幅 未必会持续 一个星期跌多了 第二星期可能又会弹回一些 暂时这个跌势 我认为未可以看成有方向性的标志 未来在高位培回的机会是比较大 是否由此掉头向下 我认为机会比较低 因为施生你之前也说过 其实今年有机会 去年会升 接近可能有一成 其实现在是否仍然都这样看 较年初有机会 是否这样看 对于将来的东西 其实 现在市场上的放盘情况 新盘销售情况 其实这段时间是交投多 新盘去得快 整个市场气氛 向好的力量 暂时是多过下跌的力量 我未曾觉得需要改变的看法 因为年初我曾经看跌 刚刚才发觉市不下跌 才修正了我的看法 看法好些 暂时我认为不需要再修正 港区国安法在6月30日就正式申考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正式宣布 会给香港持有BNO的人 会有五年的居留许可 而五年之后的再一年 就可以正式申请公民 先生你预计 这样会不会掀一个很大规模的移民潮 因为其实香港现在有 大约35万人是持有BNO 其实有290万人是有资格申请 会不会令到香港的楼价 有很大的压力 有资格申请 是人都有资格申请 批不批是另一回事 当然你可以去住五年 读书、工作 但你能否找到工作 是两回事 我自己 以前的小孩在英国读书 也有些亲人在英国生活 在英国找工的机会 照他们说 未必可及到香港 当然香港现在这次 疫情、社会事件 加上国安法之后 经济发展的情况 有没有受影响 都有待观察 但疫情对欧美国家的影响 是一样存在的 现在很关键的就是 你去到一个地方 除了别人收不收留你之外 你有没有能力在那里生活 还有你找到的生活 是否好过在香港 我便不认为 现在说有百万人 二百多三百万 二百九十万有资格申请 二百九十万有资格申请 二百九十万 很难想像 全部都会去掉 我自己觉得 香港申请移民的 香港人申请移民的权利 在可见的将来 都不会消失字 问题就是 我们的移民去到那个地方 香港的适应能力 工作能力 和前景如何 有多少人去呢 我现在不知我 但我相信 以前八十年代移民潮 都是几万人 十万八万已经很多了 如果你说 这么多人 大批移民的话 楼价当然吃不消 但这种情况暂时看不到 我见到现在有些是怀疑自己会否犯案 有些是弃保前途 有些是不想参与某些组织移走 那些很个别 暂时有一个门口开了 很多人会透过这个门口移民 还有待观察 而房委会在7月份将会推出新一期的居屋 当中涉及了超过7000伙的供应 更加把白表的配额上升 提升到六成 其实居屋的买家普遍可能能力会比较弱 他们容易会受到经济 社会气氛 疫情等等的影响 而看回其实上期抽中了居屋的人 最好都没有去选楼 施先生你预计今一期的销程又会是怎样呢 如果抽中了他们应不应该大胆去码呢 居居屋虽然是属于有一定的资座的房屋 但是你买到物业 都是有投资性质的 所以有投资性质的行为 一定受未来的市况影响 市况好 那些人死坑死低都去买 但是市况可能会波动 风险增加 有些人不想去冒这些风险 便会减少 所以在现今的情况下 例如有些人工作不稳 工资上升可能有限 会影响他买房的意欲 这些对中小型的单位 尤其是居屋影响比较大 因为这批人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多 你买豪宅那些 他可能是收入的 一小部分去买房 买小房那些是收入的全部 都可能要拿出来 还要借很多钱 所以对居屋的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你又不需要单身 譬如上一期有些人没有出现 结果就是要选房时间长一点 分几批叫 因为他之前超额是很多倍 这个不选日有那个选 我自己在这一刻 就不担心房委会的居屋会卖不去 只不过抽中了人之中 有一部分人腾鸡 在这时便会放弃 至于应不应该卖呢 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同 在香港能够拥有物业 都解决了生活一个主要问题 如果你的工作稳定 那你便自己做判断 那无疑呢 现在买 因为有一定的不明朗因素 坚有风险 但通常有这些不利因素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选到新头部 不然可能你抽签抽那么厚 以前就没得选择了 现在有机会选择 你看看办法 我们今集很感谢施先生 和我们分享对楼市的看法 我们下集再见